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长佐曾接受《华盛顿邮报》的访问时说过 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这是无庸置疑的 且早在两年前 林长佐就曾被香港巨发签证过 如今更牵连到她的乐团成员 对此 陕灵乐团在脸书发文表示 民主自由奋斗路上总会遇到挫败 陕灵会与香港人站在一起 并为香港人加油 相信有一天陕灵一定可以再次站上香港演出 林长佐自己也在脸书转贴文 鼓励大家一起加油 更强调她的一关立场是支持台独 林长佐在接受台湾《苹果日报》访问时也指出 对于没有办法到香港演出感到可惜 她还说过往乐团在香港演出了十多场演唱会及表演 入境工作签证都很快批准 但如今却异于往常 其实香港已经不是第一次拒绝发给外籍人士签证了 根据BBC报道 香港在主权移交之后 曾多次发生引起外界关注的拒签事件 而当事人都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 报导还提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过去曾说过 允许谁入境 不允许谁入境是中国的主权 发广报导更形容香港特区政府患上孔独症 在紧跟中央的政策之下 港府对港独的活动已采取消灭于萌芽阶段 宁愿遭到国际谴责 也要避免引起宗主国的不满 新闻时事报 记者孙玉山 真丽报导